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拍這個影片 是要跟大家講說現在 新加坡的一個就是狀況 自從就是2月7號 然後新加坡已經正式發布 就是武漢肺炎就是 橙色警戒 對 然後就很多朋友 就是會關心我說 新加坡現在已經發出了 橙色警戒有沒有怎麼樣 工作有沒有安全 或者是有些人要來 新加坡旅遊的朋友 他們也會擔心說 我3月底 3月要去新加坡玩 或者是我要經由新加坡轉機 我要去美國還是要去澳洲 那怎麼辦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現在這裡跟大家 講一下一個現況 自從就是現在截止到 2月9號的中午12點 新加坡已經有43個 confirm的case了 武漢virus 這些資訊呢 你可以到新加坡的官網上上去看 然後我連結會在下面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 就是新加坡case case in Singapore 多數都是從就是中國過來新加坡的旅客 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到新加坡 有三種方式 第一個是坐飛機 然後第二個是坐船 然後第三個是由陸地的方式登陸 像是從馬來西亞過境搭巴士 然後前十個case 據我所知 都是坐飛機來新加坡 然後去年的數據 新加坡觀光局還沒有正式發出全年的數據 不過在我預計大概算出來 可能會接近四百萬人次 那為什麼會降得多 基本上新加坡是一個需要靠觀光 還有就是新加坡一個外來人口還蠻高的 光華人就在新加坡的七成至八成以上 大部分華人可能是來自馬來西亞 光馬來西亞的華人就有40%至44%左右 然後從中國過來的新加坡 我不包含香港、澳門、台灣 就有18%左右了 現在新加坡的情況是這樣子 2019年的2月1號開始 新加坡已經禁止 持中國護照的旅客入境新加坡 甚至你轉機都不行 除了你是PR 或是你有持有工作準證的人除外 可是如果你持PR或是持工作準證的 中國護照的人進來新加坡 你還是要做14天的隔離 做居家隔離 然後目前新加坡的物資其實還蠻缺的 尤其口罩最缺 還有酒精消毒液、洗手液都很缺 自從2月7號發布橙色警戒後 就是你到超市、各大超市賣場 泡麵、糧食都會一勢而空 所以現在新加坡幾乎什麼都沒有 口罩也沒有、洗手液也沒有 然後乾洗手液也沒有 消毒水也沒有、殺菌劑也沒有 連泡麵現在都沒有 現在大家都買什麼 麵包、牛奶、還有一些蔬菜 然後這個人買米粉、湯圓、洗衣粉、清潔劑 跟冷凍食品 喔 這個人買麥片衛生紙 跟一些乾粮 有人買消毒藥水 好這個來到雞蛋區 雞蛋區 比較常買的大家也搶光光 這邊就是青菜區 有部分的青菜賣光光 平常這邊都是滿的喔 白滿滿 然後今天賣超多光 這一家準備要買超多糧食 進入紅色警戒狀態 從這個影片跟關心我的朋友 還有家人們 就是我們有通過電話 就已經報過平安了 對 然後如果有訂閱我的小鈴鐺們 也謝謝你們 對 然後我現在目前還很安全 對 只是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只能做好自我防腐 對 我的工作需要第一線接觸到 就是這些路徑出境的旅客 而且距離可能非常近 就是一步的距離甚至更近 然後現在自從發布了之後 就只能做就是戴口罩 手套有一些有人戴 有些有些同事沒有戴 目前狀況是這樣子 然後之前剛開始1月初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公司還是說 因為我們的專業形象 所以沒辦法戴口罩 但是後來 一直到大概第十五十六個case之後 然後公司會比較就是 沒有那麼的限制 就是可以說 你如果是因為你生病的關係 不舒服的關係 你可以自己戴口罩 然後就是不要把病毒細菌傳給其他人 然後還是有很多機場相關的公司 會就是要求他們不戴口罩 可是已經大多數已經過半了 他們會要求就是他們戴口罩 所以機場的公司有很多 對然後我不說是哪一些公司 對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 對然後大概新加坡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最近真的要來新加坡旅遊 或者是你要過近新加坡的髒衣機場 拜託拜託你要自己做好防護 就是戴口罩 然後勤洗手 對然後如果有酒精消毒液的話 拜託只帶每一罐只帶100ml A時光check的時候你會被丟掉 所以還是要符合機場規定100ml以下 吃維他命就是一些營養保健品 來提升自己免疫力 那希望大家一起度過這一個困難的時期 然後新加坡目前是沒有排華的現象 據我所知 因為新加坡華人是佔7成以上 但是會有一些很明顯就是大陸人的口音 然後我們會問一下就是 你最近有沒有回去中國還是什麼 會大家會多問了這一句話 然後會還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關係 然後而不是有排華的現象 那當然會有人趕快撇清說 喔我不是湖北來的 喔我是山東來的 然後我雖然是中國人 或者是我最近14天內 我最近我已經半年 還是我已經三年沒有回中國了 他們會馬上撇清這句話 然後也是讓就是可能在餐廳 或者是坐在旁邊的朋友心安這樣子 好以上就是告訴大家現在新加坡 過年以後到現在新加坡的狀況 現況 那如果你真的要來旅的話 那就是自我保護措施要做好 然後現在很多觀光景點 基本上現在人都已經很少了 以上就是喬琳日子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的小鈴鐺們記得按讚喔 好我們喬琳日子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喔